江善童Stella在22歲那年的夏天確診淋巴癌 一開始在急症室醫生跟我說有機會是癌症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你別開玩笑 因為我覺得他斷錯症 到他真的出了所有報告 他真的很認真地跟我說的時候 我才知道原來是癌症 當下又沒有說是很呈現的 但是是一片空白 就是什麼都想不到 因為其實不是很意會到是一件什麼事 還有當時的感受就是看電視劇多 即是癌症就等於死了 Stella在治療期間被迫停了學一個學期 因為當時我很想上學 我是想上學到很誇張 我是不斷問醫生何時可以上學 因為當時跟同學的感情很好 我就知道如果我不上學的話 我就不可以跟他們一起畢業 之後我就在我完結了頭六針 未知道自己情況是怎樣的時候 我已經走了去上學 但是最後的結果就是 我是讀不完整個聲音的 然後我就已經開始反覆 我就要再開始做治療 我是不會問醫生任何關於病情的事 純粹就會問他何時打針 我要先玩救 這樣 很多人會覺得患癌是折磨或者悲劇 Stella反而覺得是一個機會 讓自己重症生活 可能病之前真的不理自己身體任何狀況 似著自己年輕 壓力又很大 在未病之前 我是那些考試之前不溫了書 我是睡不到覺的人 然後考試前 過幾兩個星期 就會開始頭痛、胃痛、肚痛、 什麼痛都可以出齊 但反而病完之後 不會那麼重視成績的問題 最重要是讀得開心 與鬼門關察生而過 Stella積極活出第二生命 她說得著大過失去 我身邊越來越多有癌症的人 我又可以將自己的經歷分享給他們 我會覺得好像一個人版 我讓她看到其實癌症不等於死亡 也有很大機會可以康復